因為你如果當作是泡沫爆破 你當那些高增長股 即是乾媽系列那些 我不是說納子 乾媽系列那些是一個比較浮的東西 其實如果你當作是一個泡沫 其實很多東西都由高位跌下來跌了起碼七成 其實挺符合一個泡沫爆破的條件 條件就是說其實已經發生了 因為這段時間很多人經常都說 究竟現在會不會像2000年.com bubble 但是我想說的東西就是說 如果你用.com bubble去比 你想想那時候的.com bubble那些科技股 其實是比較像乾媽那些的 即是有些很虛的一些增長股 或者跟你說10年後會怎樣 但是如果你說用現在這一刻 納子的成分股去對比當時的.com bubble 那些人喜歡用拼圖 拼著一些圖去看是不是還要跌很多 那我就覺得有一點點分野了 因為今時今日你納子頭那幾隻的 例如Apple、Microsoft、Tesla、Billy巴拉那些 全部都已經是有實務多很多的東西 那所以究竟用完全一個拼圖 會不會拼錯了呢 即是會不會現在這一刻的納子 不應該用來拼2000年.com bubble的納子呢 而是你應該用ARK系列 即是那些高增長股來拼 會更加make sense呢 那這個是我想帶出來的第一個位置 我想問一下你SARK的操作建議 他都沒有買的 那其實你都是看著 究竟乾媽有沒有人相信 說真的乾媽事實上他的操作是有令到 即我自己在年底的時候做一個訪問 都覺得有一點點景號的 原因是我們其實很 即我自己過去這10年裏面 其實有很多時間 我都要經常去dual diligence一些fundman 即我經常去見很多其他fundman 看究竟值不值得投入去 即雖然我自己是一個fundman 但我都會有機會投入去別人的 但是其實乾媽是出現了一個很差的印象 開始是給別人的感覺 你講你的style是這樣 即是說你很喜歡很增長股 但是你在你的操作上 你有contradict了 那這件事對於一個很thematic的fundman 其實是挺嚴重的 即如果跟你說 如果突然有一天他走去買美國鐵塔 那怎麼辦呢 即其實這段時間 甚至不要說到那麼遠 他現在就算買車期上面 都令到我們很質疑 就是為什麼你Tesla的比重少了 但是你竟然去買一些 例如可能GM那些 那其實 當然這個是其中一些例子 其實中間的過程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這個位其實反而是他的信心 少少危機的 但是這個純粹當是我丟丟良純粹這樣說 但是在操作上面 其實剛才都說了 如果我撇除剛才那些主觀的看法 你純粹看著那個ARKK 當著2000年.com bubble 其實你在高位跌了那麼多下來 我不是很肯定究竟你在下行空間 是那個直播率短期高不高 因為你就算看.com bubble那些 其實你都是跌七八成左右 其實你就已經開始 當時就已經 向下的幅度已經開始越來越小了 你中間就開始變成炒波段 那你變成你SARK 其實你就是和他 其實就是看他的對面而已 那我只可以這樣說 他昨晚你看到那些大cap跌 我自己也有一點點猜不到 就是竟然ARK是不算跌得多的 即大幅圖其實他離開的底有段距離 但你看著道指、S&P那些 其實已經是用收市價去看 你都看到是事先的一個低位 我覺得這一點是令到 我這段時間正如剛才節目一開始說的 就算造彈 可能這些開始不是好的標的物造彈